109年南投县各界纪念物色事件90周年 记忆追思献祭大典 在仁爱乡物色事件纪念公园 莫纳鲁道之墓前举行 副县长陈振生代表县长林明珍主祭 记忆在陈副县长献花献果献酒后 以德克传统吟唱鼓调 甚远追思过程庄严隆重 109年南投县各界纪念物色事件 90周年记忆追思祭奠 由陈副县长祖祭 新增院原住民委员主委 一将八度额率队雨季 活动由南投县仁爱乡仁爱国民小学 南投县仁爱乡春阳国民小学 及国立中兴大学表演迎宾舞揭开拭目 接着由部落其老 及一族老中青三队守亲手 吟唱鼓道 拼调训练烈士英魂 同时发扬赛德克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 陈副县长指出 中华民国与战后设立物色事件纪念碑 成立物色事件纪念公园 及摸纳鲁道之墓 并连连举办纪念绝食祭奠 接着宗室重现这项台湾历史 原名堪日的重大事件 那后代世人追悼 并传承其精神 这个活动我们还是希望原位的呈现 所以就有乡公所还有县政府 以及赛德克民族议会 大家共同提案讨论修正调整 那到年底的活动 我们整个的规划完成 那就静待执行了 那这些年来 其实县政府对我们原乡 也做了非常多的地方基础建设 尤其在传统文化方面 也规划了非常多的一个考古 以及一些活动 都把它纳到我们的学校的教材 以及乡民的一个生活知识里面 这方面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配合 当然也希望我们未来 这个莫拉鲁道的一个纪念活动 你提升层级 让他们的原位能呈现 纪念怀事的一个景象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原民会组委一将 巴陆尔强调说 文化部与南投信政府 一将见证物色事件的发生地 马克波古战场 登陆为法定化资产的时机 而且是全台第一个唯一的时机 同时原民会也会结合 塞德克组委会 扩大补助参与 物色事件度元的纪念活动 已经从24号开始 将持续到林底 我们今年90周年特别 透过塞德克民主议会 他们的这些亲身 所以希望他们也有 他们自己认为要怎么样 纪念90周年这样的一个构想 那其实我们在前几个月 已经跟南投县政府 还有人爱乡公所 跟塞德克民主议会 已经多次召开了筹备会议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今天我们官方 举办的这个追思活动之外 我们塞德克组民主议会 他们从这个月的20号一直到年底 他们会举办系列的 已经办过了像追思音乐会 还有接下来要办这个论坛 还有策展 那甚至到年底的这个岁石记 都会来举办 我们希望从今年之后 就是正如我提到的 我们希望对每一个事件 都有不同的观点来纪念 我们各种事件 这个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中央 跟地方族很乐意看到的一个做法 陈佛县长指出 雾摄事件是1930年发生 迄今满90年 零年举办纪念追思祭典 借着重视重新制向台湾历史上 军民堪日的重大事件 耐活来试人随道 并传承其精神 恳切经议中央 能将纪念物色世界祭典 提升到中央层级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接下来 蔡志祺仁爱采访报导 不论 不论 不论